大家好,歡迎來到還是要發光 在聖經約翰福音14章15節 耶穌說你們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道 就是說如果我們愛上帝的話 我們就會遵行他所說的每一句話 所以我們不能說我們愛上帝,卻不服從他 今天老師要透過一個小故事來教導大家順服的重要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小米的媽媽在東非大草原 是非常有名也是最聰明的牛鱗之一 從他身上的疤痕就可以看到 他之前曾經遇到過獅子還有鱷魚 都很成功的反擊並順利的逃脫 小米媽媽說 小米在夏天結束時我們必須穿越沃爾特河 河邊充滿了鱷魚和獅子 所以你一定要預備好自己 現在你要留在我們當中 練習跑步、跳躍還有踹腳的動作 你們知道嗎? 不是所有的牛鱗都會聽媽媽的話喔 而且他們還會嘲笑那些練習踢腳啊 跳躍的牛鱗 他們只做自己想要做的事 想在外面寬敞的地方 可以隨時放鬆、睡覺和玩耍 這些傢伙他們沒有準備好要渡河 甚至覺得練習那些愚蠢的動作很不合理 賽倫蓋體草原已經有三個月沒有下雨了 所有的食物都在乾枯 水也變得很少很少 這時候小米看到對面的身上 好像有一灘水耶 他很苛刻迫不及待想要喝一口水 所以小米離開了牛鱗群 朝著他認為有水的方向前進 當小米到達山頂時 他發現原來他以為有水的地方並不是水 那只是太陽在沙子上的反光 當小米回頭一看 他才知道自己已經離牛鱗群很遠了 就在這個時候 他聽到身後有數隻摩擦的聲音 原來有兩隻獅子正朝著他的方向跑過來 小米用他最快的速度跑下山 但他知道自己永遠跑不過獅子 當小米在山腳下時 他閉上眼睛準備面對最糟糕的狀況 他沒有退路了 小米被兩隻獅子包圍 突然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的兩隻腿 使勁地踢了這兩隻獅子 一踢就踢中獅子的牙齒 哇原來這個是小米的媽媽出現了 在關鍵的時刻即時趕到救了小米 隨著時光的流逝 賽倫蓋體草原上所有的水都已經枯乾了 牛鱗群開始踏上敵人的領土 當他們移動時 小米的媽媽再次提醒小米關於順服的事 小米我已經教過你所有關於生存的知識 如果你要渡過沃爾特河 你必須遵守我所教導的一切 小米和他的媽媽都知道 獅子和鱷魚已經在河旁邊等待囉 他們必須依靠平常的訓練來渡河 但是還是有幾隻年少的牛鱗 不與牛鱗群一起走 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比較聰明比較酷 沒有和牛鱗群走在一起也沒有關係啊 照著自己的速度走就可以了 當牛鱗到達河岸時 小米的媽媽開始發號施令 聽著大家要盡可能一起移動不要分散 如果我們一起移動 鱷魚就不能攻擊我們 當我數到三我們都一起往前跑 快快的跑一起往前移動 一起用力踩 一二三 牛鱗群開始一起往前移動 一起跑過河 水花四箭 凝凝滿天飛 鱷魚們都不敢靠近 小米開始奮力的踢跳 他比平時練習跳得還要高 跑得還要快 大多數的牛鱗都安全的渡河了 但是有些牛鱗並沒有 因為他們沒有順服 之前他們認為練習不合理 練習沒有樂趣 最後的下場就是他們沒有預備好面對敵人 而失去了生命 小米因為順服媽媽的話 平時很認真的練習 盡心學習他的課程 所以現在小米和媽媽 才能在河的另一邊 享受著清澈的溪水 還有青綠的草原 在故事中 小米因為選擇順服媽媽的話 所以他就成功的渡河啦 但是你知道嗎 其實小米可以覺得媽媽的話不重要 然後呢不要去聽媽媽的話 但他沒有這樣選擇 小朋友如果是你的話 你會做什麼選擇呢 你們還記得 在上個禮拜還是要發光 我們說到了 以色列人要求上帝為他們立王 所以上帝就選了扫羅 成為以色列民的第一位國王 在扫羅當國王的期間 他沒有順服上帝的話喔 有一次呢 扫羅沒有等沙漠回來 他就自己獻祭 這個呢違背上帝的命令 還有一次 上帝要他去消滅所有亞馬利人的一切 包括一切的牲畜都不可以留喔 但是扫羅還是偷偷留下 看起來那些很強壯的牛啊羊啊 他說這些我是要獻給上帝的 扫羅不但沒有為他所做的事情感到抱歉 他還為他所做的事情找藉口 他沒有順服上帝要他所做的一切 所以上帝對扫羅非常的失望 他決定挪去扫羅的王位 對上帝來說 他寧願扫羅順服他 而不是他犯罪之後向上帝獻祭 上帝呢在意的是我們內心的意念 所以當我們順服上帝的時候 上帝會把生命當中一切美好的祝福都給我們 今天就讓我們做一個決定 是讓我們能夠完完全全順服上帝的話 最後讓我們一起來禱告 親愛的上帝 我再一次將我的生命交給你 我要說我要完完全全順服你的話語 走在你為我預備的道路上面 讓我一生跟隨你的腳步 小孩禱告 侍奉耶穌基督的名祈求 阿們 還是要發光 我們下次見